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乐活在人间 我是书伟 今天我们同样要教大家来养生 我们今天的养生要教大家无灵养生 让你看不出你的年龄 现在很流行一句话叫做 美魔女 你可能已经四五十岁 可看起来像二三十岁的女孩一样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 这个乐视同仁堂的岳家老铺 第十四代的迪传 岳绝星老师来到节目现场 欢迎 各位朋友大家好 是 乐视同仁堂 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 在这个大宅门里面看到的 这个同仁堂吗 对那个大宅门的话是第十二代 就是我爷爷 爷爷辈的 就是您的亲爷爷那一辈的 对我亲爷爷的一辈 所以传到您已经第十四代了 第十四代 然后在父亲这一辈的时候来到台湾 对 父亲的话就是那时候是 国共的那时候政治因素 他就到了 到签到台湾来 签到台湾来 是好 那我们的这个岳老师呢 出了一本同仁堂乐决心教你的 无灵养生法 这本书非常的厚 很扎实 那怎么样去战胜衰老 我们说抗氧化了 其实是现代人一直在追求的 岳老师您自己怎么样去养生的 其实我讲那个无灵养生法的意思 就是我们的一般的人 以皇帝内经来讲的话 我们的就是从阳气开始有 到阳气衰退了 我们叫做天魁 那女孩子的话就从七的背书 就七二十四岁开始 到了四十九岁 就是算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完毕到后面的话 就是你如何在你的阳气衰退了之后 保养你的身体 保持你的那个长寿 是这个情形 那我仔细去专研这个东西的话 是在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那时候我是三十岁 那时候我因为出车祸的关系 然后后来影响到我的想法 就是说我们家既然有这么好的东西 那时候我出车祸集对被撞断 撞断之后呢 我的就是靠我们的家族的这个配方 调养回来了 调养回来之后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养生对我们的身体 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 那我现在是五十一岁 然后但是我觉得 我的现在的身体的状况 体能状况 我觉得还是保持在很年轻的状况 很年轻的状态 养生 因为坊间各种各样的养生法 其实都有 那您特别提到十二时程的养生法 这部分可以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吗 十二时程的养生法 主要的就是配合我们的筋脉的运行 在比如说筋脉的运行到哪个时程的时候 我们就配合筋脉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配合它去做事情 五点到七点的话 这时候已经到了大肠经 大肠经就是我们听这个名词就知道 就是要排便了 然后其实早上起来 吸收水分的意思就是 早上起来我们就喝一杯温开水 然后去上个厕所 对我们的身体 它的机能复苏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早上起床 要喝一杯温开水 其实很多人如果顺利的话 它就会排便了 会排便 其实排便的话 其实是它会变成一个生理时钟 一个固定的那个时间 只要是我们固定起来 它以后就会慢慢慢慢 一次两次假如没办法固定 你就是在那个时间 你就去上厕所 时间到它就会固定 变成这个时间 是 好 那到了晨时的时候 就早上七点到九点 走的是胃筋 早餐消化营养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吃早上 早上的第一餐 早餐是最重要的 吃了之后 它对我们的一生的 那个能量的吸收 它的消化 是最扎实的 好 到了这个 九点到十一点的时候 走的是脾筋 脾筋的话 脾筋在哪里 脾筋在我们身体的脉络 对 它的话就可以运送养分 运送养分的话就是 我们在这时候的活动 运动的话 是对我们的发挥那个机能 是比较好的作用 好 然后接下来走了是 十一点到下午一点钟 心经 这时候通常要午休了嘛 或吃完午餐就午休片刻 其实我们的一个 一天的十二时辰 最主要的 其实我们看每一个 每一个其实它都是在运作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其实就是早上的 那个起床跟睡前的 这两个筋 是最重要的 好那我们来往后看 来看到 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 就大概是五点到七点的时候 走了是圣经 圣经对 七点到九点 心包经 心包经的话 它是我们的心脏外面的 一层的经络 那这个经络 它最主要的功能的话 就是说 抵御外来的那个风邪 所以它在这时候 我们要保持心情的愉快 对心包经的发 那个作用会比较大 好那到了大概九点到十一点 差不多都是准备要旧请了 对旧请 好这时候走的是三交经 三交经的话就是 三交经就是我们看到的 三交经就不是我们讲的器官了 就是三交的话 它等于是统合 所有的经络的统合 我们就讲三交 中交 下交 是这个意思 好然后到了一般 在中医来讲 它鼓励观众朋友 在十一点以前可以旧请 十一点到凌晨一点走的是胆经 对 然后凌晨一点到三点肝 所以在我们睡觉的时候 走的是胆肝肺 对 胆肝肺 其实这个时间是最重要的 这个时间的话 如果我们到了十一点的话 去睡觉 对我们的肝胆 它的那个恢复是最快的 因为肝的运行是在白天的运行 作用是最大 那如果到了晚上的话 它肝要残血 所以说它在晚上的话 能得到休息 对我们的养肝血 有很大的帮助 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十二时辰的养生法 就是我们要顺应着每个时间 然后去做 这个该做的事情 不过因为现代人实在是太忙碌了 所以他有的时候往往不能够 比如说有的人 他可能早上睡得特别晚 晚上特别晚睡 对 这样子 其实对于整个的身体的自然的循环 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吗 晚上的话 其实现代人都习惯晚睡 其实晚睡一段时间 尤其青少年的话 他早点睡对他们的发育 或的增长 都有很大的帮助 是 好 那在你的养生法当中 你很推崇所谓的这个 皇帝内经 那为什么你会特别推崇 这个皇帝内经呢 皇帝内经 其实中国的那个养生的经典 有四大经典 四大经典 一个就是皇帝内经 一个就是难经 一个是神龙本草经 那还有一个是 三寒杂病论 那这四个影响 影响我们的那个医药的发展 是最大的 然后他这四个的时间 都是在最早的早期 是在差不多 春秋到了三国这个时间 那皇帝他本身就是 学医药的 那皇帝 皇帝的那个太医呢 叫做奇博 那他这个皇帝内经 主要就是跟他对话 弹出来的一个养生理论 那那个皇帝内经的 两个字的内经 主要的就是 讲述的就是讲说 怎么样去管理我们的身体 把我们的身体管理好 就是管理好我们的生命 那它是这个意思 所以皇帝内经 它主要的重点就是 自卫病 那自卫病就是指 我们还没有发生的病 就是预防医疗 预防医学 所以在这个 我们身体还没有 产生不好的状况的时候 或者有一些症状 我们讲说 亚健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去调理我们的身体 是利用皇帝内经 是最好的方式 好 所以您非常推崇皇帝内经 那您觉得 要长寿的话 要先养肾 中医所说的肾 跟西医所说的肾 是不太一样的 西医所说的肾 大部分单指这个肾这个器官 那中医所说的肾呢 中医所说的肾 它不是指单一器官 它是指我们的两个肾 然后还有密尿系统 还有大小肠 它这个肾肾 它是指这一个系统 那中医讲的肾 的理论是讲说 这个肾等于是 我们的身体里面的太阳 是这个意思 它是所有的能量 跟能量的聚集点 跟产生的地方 是在我们的肾 那肾的中心点 就是两个肾脏的中间 我们叫密门 它会影响到 我们整个身体 的所有的作用 跟所有的思维 是在这个肾的概念 是好 所以养肾 对于现代人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养肾有什么要注意的 这个要点呢 在这个岳老师的书里面 也有提到说 不要抽烟了 不要烂服药物 不服抗生素止痛药 不憋尿 这是现代人养肾的一个方法 那为什么特别指出这些 那提到了这些西药 为什么 其实提到西药 不服 我们并不是说 我们排斥这个抗生素 但是真的 这痛啊 我们需要抗生素 还是要运用 但是它的意思是说 抗生素止痛药 其实就跟 就是我们的肾脏 它的复合的量 我们尽量去减轻 那假如说 像有一些抗生素 或者止痛药 它对我们的肾脏 会产生比较大的 运作上 会比较要大 要花大点的力量 所以说我们 假如说在 可以的情况之下 尽量不要去 服用这些东西 然后减轻我们的 肾脏的压力 好 其实抽烟 这个百害无一例 那其实 台湾这几年 也一直在推广说 聚烟 那不抽烟之外 也拒绝二手烟 那尼古丁 或者它其实 吸烟之后 产生这种 各种的这种 危害身体的物质 其实就非常的多 那包括它跟这个血管 硬化也有些关系 对 那个抽烟的话 尼古丁 其实对我们的 在中医来讲的话 对我们的气脉 气脉的话 会影响比较大 那气脉影响很大的话 就会影响到 我们的元神 就是我们的肾脏 会影响到 它的一些作用 好 其中不滥服药物 这个不滥服药 包括西药 包括中药 对 其实中药 是不是有一些 也是有毒性的 其实中药 其实我们没事 也不要 也要少吃中药 中药的话 我们有分 在中药来讲的话 有分上品 中品 下品 对 那中品跟下品 其实都是治疗的 那治疗的话 就是我们针对 我们的病 去服务这些的中药 但是像我们中药 我们的理论就是说 吃这个药 不要吃到你病好 再不吃 不是 你吃的差不多 七分 你的病好七分 然后你的药 就要停止了 因为我们的身体 有治愈功能 那你要训练你的身体 自己有那个功能 去抵抗外来的病毒 然后那上品的话 是没有关系 上品的话 它是我们讲的 就是药食同源 它又是药 那又是我们一般的食物 我们比较熟悉 有哪些是属于上品的 上品我们常常吃的 当归 我们吃一些 那个当归 那个枸杞 人参 这一类的 这一类都属于是 什么福灵 这一类 是是 一人 那我们去这个 去给中医师看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他说 我们只要拿上品的药吗 上品我们一般 是用在养生 养生部分 那如果是用在 药的部分的话 一定会有中品跟下品的 因为它 所谓中品下品的话 它是 你有一些病毒 有一些毒性 它必须要用 要用那个特 比较有特殊的药 去针对 去对抗它 那像那些的话 我们平常就是不能吃的 那假如说 像中医讲的 比如说我们的气脉 有一些 阻瘀的话 那你不要去 那个 散掉这些的 瘀血 或瘀气 它必须要有一些的 中品跟下品的药 对 是 好 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谈 好 养肾很重要 那肾脏也是人体非常重要的解毒器官 在中医里头 肾还包含了整个这个 生殖器官 也包括在肾里头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五脏六腑排毒的一个时间表 来 这个时间表 早上 大肠 对 就可以跟我们刚刚的那个相呼应了嘛 刚刚那个十二时辰的养生法 来相呼应 它可以相呼应 但是它对排毒的作用 还是有一点点差别 所以有些是没有作用的 有些的 它的经络对排毒 不一定是有那个作用 那排毒的话 我们一般就是指的 就是 一般就是化学毒嘛 化学毒 其实 以现在来讲 不是像我们 在身体里面有一些 湿气的 还有热的 寒的 寒毒 热毒 湿毒 或者我们吃那个 有些人吃虾蟹 或者有些虫 虫子的毒 它在我们体内 所以说它的排毒 在我们身体里面的 作用来讲的话 不是指说 只是一个排便而已 它对我们的皮肤的 那个 运行 气脉的运行 或者说流汗 都可以达到这个作用 是 好 所以五点到七点 早晨呢 主要排毒器官是大肠 排便 我们刚才讲的 这时候去上厕所 是最好的 七点到九点 五 这个五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特别的器官 在走这个排毒 是不是 对 因为有些经络 它对排毒有 它的作用在 有些是没有的 好 九点到十一点 疲劲 疲脏 早上不要 其实这个 这个早上最好都不要吃冰 早上我们的身体 才刚慢慢 慢慢 就是 苏醒过来的 这个阶段来讲的话 是 如果吃喝点 温开水 对我们身体会 会比较帮助 比较大一点 好 来 在十一点到一点 心脏 中午一点以前 要吃完午餐 走的是 排毒的是心脏 对 心脏排毒是什么意思 心脏排毒 其实它这个讲的排毒 并没有说 哪一个 哪一个经络 它讲的心脏 是指心脏的这个经络 它并没有讲说 心脏经络 特别要去排汗 还是排里面的糖 还有肺气 肺气不是指这个东西 就是说它在 它每个阶段 都有在运行 那其实我们的 一天24小时 其实都有在排毒 那但是我们 如果在 有活动 或者说有 大小号的话 或者有流汗 它对我们的排毒 作用会比较大 是 好 那走到下午的时候 包括了小肠 膀胱 肾脏 那当然就是 一般我们讲排毒 包括了排便排尿 排汗 排汗 所以运动还是有帮助 排除肾脏 堆积在我们肾脏里头的 这些废物 在中医里头 很讲究的是 阴阳调和 那所谓的阴阳调和 是什么呢 阴阳调和指的就是 其实中医讲的阴阳调和 是最重要的 中医所有的理论 都是从阴阳太极 这个地方来 那我们的身体会生病 只有一个原因就是 那个没有平衡 没有平衡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 要多补一些 多补 然后常常要吃补的东西 我常常听到这样子 其实多补不见得是好事 尤其像现代的人的生活的话 补不见得是好事 就跟一个轮胎好了 轮胎没有气 我们要给它打到油气 可是假如气 太饱了 轮胎都裂了 这不好 但中医讲的就是泄 所以这个阴阳调和指的 就是说平衡 只要我们能达到 这个平衡 我们的百病是不会生的 所以 不是万事都要补 有的时候也要泄 就是补泄之间 要看看你自己的体质是如何的 像中医来讲 中医也是不赞成说 我们要 什么事情都要忍耐 忍耐跟放松 它也是要平衡的 假如说我们很多 就是说忍耐的话 我们的内脏很容易淤解 那忍耐的抒发呢 其实我们就是要做一些 过去习惯不一样的事情 比如说我平常是吃 吃这种的蔬果比较多 或者就换一种 然后改变自己的心境 让它平衡回来 好 所以调和 那调和要依照自己的体质 来做阴阳调和 包括有一些调和的方法 这边分座的体质有 平和的 气虚的 湿热的 阴虚的 气欲的 阳虚 谈湿 血淤 特饼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看 所以中医讲这个体质 主要就是让我们认识 我们的身体 到底是什么一个状况 然后好去做一个 对症的去调养 但是其实我们看这个字眼 假如我一般人看这个字眼 会搞不清楚阳 阴 气 还有 湿 虚 气我们简单讲的话 就是推动我们的人量 在身体我们的 在身体里面去运行 那个就叫做气 我们讲精气神 它就是这个气 气虚的话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 有气无力 讲话声音也没有 没有什么声音 然后先讲那个平和体质 平和体质的话 这个是最健康的 最健康的体质 就是它好吃好睡 那这就是平和体质 然后再来就是湿热 湿的话就是说 我们的身体里面 有很多的湿气在里面 那湿热的话 一般来讲 它有湿气又有热 那一般这种体质都是属于 比较胖的体质 比较胖一点的 那比较胖有一种是虚胖 就是它白白的 但是皮肤弹性没什么弹性 不紧实就对了 不紧实 那这种的湿热的话 最主要就是因为它里面的 我们刚刚讲那个废弃物太多 刚刚讲的废弃物太多 那所以需要去排 然后再来就是阴虚 阴虚的话 阴虚跟气虚 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阴虚它是比较偏向 就是它的 它比较是属于是怕热 怕热的 但是它的身体明明是 不是很胖 但是它会去怕热 那这就是属于阴虚的 对 那气虚的 气虚的这种通常会发生这种情形 都是郁结 郁结就是它的心理影响 生力比较多 比如它忧郁 烦恼 悲观 像这种人 他就会在我们身体里面的 那个气容易郁结在一起 那这是属于这一类的 然后阳虚的话 就是说阳虚的体质看起来 它就是白白胖胖肉 就是看起来很健康 但是它的平常的气是上不来的 那血 血液的话 它这个是比较照 身体是比较照热 然后容易 比如说嘴巴破 发炎 或者压阴出血 这一类的 特病体质我们讲的 应该就是过敏体质 主要是讲的这个 过敏体质 那这些体质有没有可能它是合并的呢 它又有血液 它又有特病 其实我们的体质 一般来讲 其实这样子看 我们一般来还是没办法 完全对照 这个好像也有 这个好像也有 其实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部分 比如说虚实这一块来讲的话 那要医师去把那个脉象 他可以知道 但是我们一般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的那个气 气虚或气欲 或者说我们的身体的含热 这个体质我们就可以去用 这样子简单的对照去了解 那这样子我们吃食物 或者做习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哪些的食物是热的 哪些食物是含的 因着自己的体质 然后来去吃 适合我们自己的食物 但是还是讲求 营养均衡吧 应该还是不要偏多于哪一项 那经常讲说 我是不是失调了 阴阳失调了 阴阳失调主要的原因有哪一些 包括了老化 包括了情绪 季节变化也会 或者是其他的因素 老化人从几岁就开始老化 人从我们讲 就是讲更年期 然后女生的话 是49岁开始 为什么要用七啊 为什么你们都用七来算 他其实这个 这个是过去 其实以现代人来讲的话 我们的年龄 其实有慢慢的在 在就是说 老化的年龄又往后推 现在又往后推 那以过去 那个时候 它是以那时候人的节奏 去判断出来的 那这个书 我们刚才讲是在春秋战国 那个时候的 那那个时候的人的生活 生长的节奏 它是用七的一个单位 是好 所以老化的因素 情绪因素 季节因素是什么呢 季节因素 其实里面最 我们最要清楚的就是 情绪因素跟季节因素 情绪因素的话就是 我们的身体会产生 这个叫做健康的问题的话 大概就是一个是 我们的身体的内在 那身体的内在的话 情绪就我们 我们讲的就是 七情 就是喜怒 忧失 悲恐惊 就是我们的情绪 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作用 其实像我们看到很多的 比如癌症的人 或者说 有些病 就是有些病 他后来就是把 自己的身体的情绪 给放松了之后 他的病慢慢慢慢渐渐会好 那就是情绪在影响我们的身体 那季节的话 就是我们讲叫做六瘾 叫做六邪气 那他这个就是风寒鼠湿造火 那主要就是说 我们的外面的风 或者说那个病毒 会轻到我们的身体 会运用这个 那个大自然的环境 轻到我们的身体 那我们的身体 有没有办法去抵御 这些的那个六瘾吗 就是六个邪气 然后这个主要的就是 会影响我们身体 失衡的作用 其实最主要的 那老化的话 最主要就是我们的细胞老化 新人代谢的这个原因 那其他因素的话 就是我们讲的就是 这现代的温室效应 大环境 然后那个 我们的现代食物 跟那个噪音 这些会影响到其他因素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谈 好 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来了解一下 保养五脏六腑 有哪一些的蔬果 在老师的书里面提到了 这个绿色的食物 可以养肝 对 那这些绿色食物 很多啦 包含了这个花椰菜啦 青椒菜啦 四季豆啊 黄瓜 黄椒也算是绿色食物 对 菠菜 芦笋 芹菜 甘蓝 丝瓜 地瓜叶 大白菜 酪梨 奇异果 西洋梨 哈密瓜 枣子 芭乐等等 那有没有特别 其实绿色植物的话 其实它里面就知道 含有铁质比较多 那我们越生绿色的食物 它铁质是越多 那铁质多的话 为什么它对我们的肝 主要的肝就是 我们主要就是残血的部分 它是作用最大的 所以这些食物的话 如果按照对应 对我们的肝 是可以产生 发挥最大的作用 癌症基金会 其实也一直提倡说 大家要均衡蔬果 那包括我们的这个 卫生单位 也提倡说蔬果579 人人都要有 学历前的儿童 提供的观众朋友做参考 蔬菜要三份 水果要两份 总分量要五份 小学的学童跟女性朋友 蔬菜要四份 水果三份 总分量是七份 男性朋友是蔬菜五份 水果四份 总分量是九份 那分量一份怎么算呢 比较简单的方法 其实不用去蹭 你用一个拳头大小 大概女生拳头的大小 成年女生拳头大小 这样就数一份 一把 这样就算一份 所以蔬菜多吃一点 蔬果多吃一点 对我们来讲 其实都是很有帮助的 那 台湾五脏的食物跟药材 有哪一些呢 养心的部分 食材包括了 牛奶 坚果类 糟米 小麦 糯米 燕麦 芝麻 龙眼 紫菜 药材 红枣 酸枣 人 对 红枣是最常 最常用到的 对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 也是 那个 上品药 是最常用到的一个药 红枣 那像枸杞 枸杞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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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枸杞也算是养心的这个药材吗 枸杞它是红色的话 它也是养心 也是养心的嘛 其实我们最主要这样的分辨 都是用颜色 颜色 大致上 因为大地的这些的食材食物 它其实还是有 我们这样看起来 它是有一个规律 所以看它的颜色 我们大概就可以列出来 大概有哪一些 酸枣人的话 我们最清楚的就是说 它对我们的 舒眠 尤其在失眠的 它们酸枣人作用就很大了 有帮助了 好 来 我们来看到养肝的食材 白竹 筍 金针 蘑菇 香菇 芹菜 白木耳 那它的养肝药材 包括了红枣 党参 黄芪 白竹 白竹 对 那养肝的话 像这些有些是补气的 像黄芪补气这些的 但是养肝的话 它只要我们 它主要是气血 那不过气要是人足的话 它就对我们的肝蛋的气血 就是有产生作用 是 黄芪其实也一般在我们炖鸡 炖补的时候也蛮常用得到的 对 黄芪跟人参都是属于补气的 但是黄芪的气 倒是没有人参那么强 但是它可以到我们的 到表 到表就是说到我们的皮肤表面 到表面的话 对阻挡 阻挡气有很大帮助 好 我们再来看到养肥的话呢 食材有绿豆 四季豆 荷兰豆 青豆 都是豆类 黑豆 红豆 黄豆 药材的话包括了莲子跟艺人 艺人莲子也很常看到 对 其实这个皮最主要就是 我们的思考或者说思虑 大部分都是我们的皮在顾的 所以莲子的话 它也可以帮我们 安我们的思绪 艺人的话它就去思 那都是去思跟皮都有很大关系 是艺人它也可以这个 就是水肿的话也可以去水 对 沥水 沥水 沥水去思 好 来我们再来看到养肾的这个食材 里头有这个苹果 香蕉 南瓜 芋头 西瓜 黑木耳等等 那药材 何首屋 山药 莲子 栗子 东虫夏草 所以山药在中药里面也算是一铁药 山药是补养肾来讲的话 是非常非常好的药 在那个男孩子到了一个中年之后 都要吃一个药来保养 就是六味地皇王 那里面就有这一味药 六味地皇王 OK 好 来药材就是莲子 何首屋 沟季 栗子 栗子 东虫夏草 东虫夏草其实这几年就是 它对养肾有作用 其实它真正是入我们的肺的经络 好 所以在这个皇帝内经里头 也有提到这个五味跟五脏的关系 酸甜苦辣 心 然后跟我们这个五脏里面的一个关系 那为什么我们要因着这些食物食材 来调养我们的五脏呢 其实最主要的话就是讲到 那个中医的理论的核心叫做精气神 那精气神的理论就是精 所谓的精就是禅经 那常经的话 它的意思就是能量的意思 那我们用太阳比喻是最清楚的 太阳的核心 把这个能量藏在这个地方产生的地方 我们就叫做精 那气的话就是太阳发出来的热能热量 那就是气 然后我们的圣就是我们的能量的集中 就是精的集中 然后它的气就是运行我们的十二经脉 到我们的身体 那我们的身体十二经脉通了就不会生病 那神在中医来讲的话 它是属于精神的一种象征 那我们来讲的话就是用另外一个说法的话 就是神是神体 然后这个神是神体就是包含我们的思维跟想法 那这些东西就是神 那假如精气神都可以顾到 那神不要去让我们的精气给外泄 让我们的身体就是以那个黄帝内经的最终的目的 就是说这样子做到就不会生病 是所以调养五脏跟我们的吃的食材 在补偿哪个部分 其实多可以吃那方面的食材或者是药材 好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谈 好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要请这个岳老师呢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宫廷补养的汉方 这些汉方其实很平民 我们一般人也都可以来用 那第一个要介绍的是百合书鸦银耳汤 我现在介绍的这三个很简单的一个茶一个洞一个汤 这个都是在过去宫廷里面的一般的养生的那个茶点 然后我先我介绍第一个就是百合书鸦银耳汤 这谁喝的啊 这个是那时候是慈禧太后喝的 慈禧太后喝的 大概就是我们的家族那时候是十代历十一代那时候 在宫廷里面 也侍奉过慈禧太后 侍奉过 其实在宫廷里面 他们的一般的那个宫廷里面的 比如说侍女啊 或者它里面的内务人员 他们对中药的一般的上品的养生 他们都懂这些 所以他们最基本都会做一些像这样子的茶点来喝 所以这是平常都在都可以就是 可能每天都可以吃的嘛对不对 这每天都可以吃 比如像补气活力茶 像我的话 我这每次我就会泡来 就是喝一点我都会 好那百合书鸦银耳汤 银耳就是白木耳嘛对不对 银耳就是白木耳 那百合的话 其实我们就知道就是 它是安神润肺有很大作用 那我们讲抒压 那也许宫廷里面的那些 后宫要互相争斗 所以他们要抒击他们的压力 所以就是有像这个配方出来 那这个配方我们当时 是由我们在供奉在宫廷里面 然后里面的食材有哪些呢 有桂圆 桂圆那我们就知道 那就是强壮的 强壮的然后滋养的 然后还有薏仁枸杞 薏仁枸杞我们都很不懂 莲子的话 我们讲书鸦 它一定要有去心火 所以莲子它就去心火的 然后去防灶 然后还有白木耳 白木耳的话 它的润肺 那个养我们的元气 然后还有百合 百合安神润肺 还有玫瑰 那它这个番是很简单 但是它里面都是十克 都是十克 就是红玫瑰是两克 然后我们就是 白木耳洗干净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到锅子里面去熬 煮完毕之后 我们可以加点适量的冰糖 那这最简单 然后我们一般都可以做到 一般都可以 那这一个汤品 有没有比较适合在哪一个季节 或是在哪一个一天当中 哪一个时程来喝会比较好 其实这个季节 如果说要讲季节 我们应该是秋季是比较好的 秋季 但是以现在来讲 我们假如说秋季可以多喝 但是其实每个季节是可以喝的 都是可以喝的 但是假如说要对应的话 它是对秋季 然后我们早上起来 可以 就我们刚才说喝个温开水 有没有 那我们也可以喝一个这样子 其实睡前喝 或早上喝都不错 那如果说睡前 那就早一点喝 然后它会让我们身体 产生那个舒眠 舒压舒眠的作用 是 好 然后再来是桂圆洞 幸福桂圆洞 幸福桂圆洞 所以用了这里面也是桂圆嘛 桂圆在其实冬天 很多人就会煮一个桂圆茶 桂圆茶冬天 因为桂圆它是热性的 身体比较是大热的 他们不适合吃桂圆 然后一般的 那冬天就没关系 它桂圆里面有黄金 黄金的话 它就黑黑的那种 黄金啊 黄色 精神的精 精神的精 OK 黄金 那它是 黄金最主要都是 蓝生吃饿 那个强壮的 OK 对 然后桂圆 然后西洋生 它的补气跟滋润 滋润的西洋生 三圣还有红枣 枸杞 红枣的话 就是红枣在这边作用的话 就是跟桂圆搭 它可以补充益气 其实它很多 我们看那个药材 好像这个药材也有 那个药材也有 然后它都很平常 但是事实上 以中医的 君臣佐使的理论 它不同的搭配 或不同的克数 就是不同的分量 它就会产生 我们讲的疗效 是 好 所以这个桂圆洞的做法 要怎么做好呢 桂圆洞的话 它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先熬好了之后 以我们现在来讲 是有加那个果冻粉 然后把它搅在一起 然后再把它放置 等它冷冻 是 所以这一些药材 它是要放在药袋里头是吗 药袋里头去炖煮 它要 对 它要放在药袋里面 要取掉它的那个杂质 因为它要跟那个 它要变成果冻 我们吃到 不要吃到药材 所以跟那个 要先把它包好起来 OK 然后里面还加了一点 这个奶 是不是 牛奶 牛奶的话 就是因为它果冻 我们可以加一些 加一些那个牛奶奶精 那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人 是不适合吃的 比较不适合吃的 只要身体是过分灶热的 比较不适合吃 例如说感冒发烧的人 真的有感冒发烧的人 只要身体灶热 像这一类的补 只要补的 我们看就大补的 就是感冒的 发烧的 孕妇的 发炎 分体有发炎的 都不适合吃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冬天要吃补 吃姜母鸭也好 这一类的也好 那这一类都不适合 就是这一类 是 好 那再我们来看看 补气活力茶 补气活力茶 现场这个 我们的岳老师也带来了 这个药材 包括了人参 当归 兔丝籽是哪一个呢 对 兔丝籽 兔丝籽 对 它的功用是什么 兔丝籽 它补气益胜的 补气益胜的 OK 好 人参当归 大家比较熟悉了 玉竹 玉竹五克 玉竹在这边 知音的 知音的 对 然后枸杞五克 黄旗三克 这枸杞 那这一包包起来的 就是兔丝籽 那因为它太小了 那我们就是用这个东西 包起来一起煮 是 就人参三克 当归三克 兔丝籽三克 玉竹五克 然后枸杞五克 黄旗三克 对 那把中药材 玉旗 玉旗跟人参 跟人参 它都是补气 然后但是 这个气就比较足 是 那玉旗它主要的作用 就是带以那个气的 那个引道 可以尤其带我们 到了我们的表皮肤 它就产生作用 是 好 所以这是我们的补气 活力查 最后要叮咛一下 观众朋友 在看中医之前 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 第一个 不要化妆 因为要望闻问切一下 要看你的脸色 看你哪边有发黑 哪边发 对 不吃会染色的食物 不要喷香水 也不要擦气味浓厚的护肤品 不要做剧烈运动 那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其实最主要的 主要就是中医师 望闻问切的时候 不要去阻碍他去判断你的状况 是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 岳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我们分享了 在这个同仁堂 岳决心教你的 武林养生法 提供给观众朋友 所以参考 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观众朋友 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